學習普通話的體會 學習普通話的體會 學習普通話的體會真是很高 很高 真的可以長兔兔不覺 因為首先我要謝謝兩位老師 第一個是我的老師 他花了很多時間叫我說普通話 我們不停地名學 另外一個是 一個在台灣來 教通大學的學生 他叫Louis 他很好 他叫我說普通話 還有我去很多地方 唱著哪些普通話的班 和唱範課 也不停地長普通話 我也看電視台的節目 好像是聖經電視台的節目 在剛剛說普通話的時候 真的不太明白普通話的意思 雖然普通話有四個音 但是不容易 也不容易 說得很我想 普通話跟廣東 廣東話也有很大的分別 好像是外國 廣東話是說內國 很大 你可以聽一下分別出來 非常的不同 所以每一個字都要練習 不是一去兩去 是不同的不停的練習 其實我也 我也把他 把國智 智慧跟不同的人 打掌 我聽話 我覺得 我記得照年 我看見兩個外國人 一個是我的朋友 他是羅馬 羅馬利亞人 另外一個是義大利年 他們都是很年輕的外國人 他們兩個都可以講 非常勞力的普通話 但是我就是 不能太講普通話 就是真的可以講 也講得非常的麻麻糊糊 然後我在他們年前 就非常的 太懲悔了 為什麼外國人 可以講得怎麼 但是我是香港人 我是中文人 但是我真是 說不出話 就是怎樣 我就 還要 我想參加一個 就是 我 我喜歡 今年 七月 我可以參加一個 整個好事 可以 帶我一個 比較好的形式 謝謝大家